各位為你朗讀的朋友大家好 今天佳玲呢 想要來介紹自己的小說 佳玲在5月29號 推出了自己第一本的小說 這本小說是我跟陳怡璇編劇一起寫的 我先介紹一下小說的內容 小說呢她談的是四個女生 應該說她們是四個高中閨蜜 然後18歲 對未來有很大的夢想這樣子 但是開場之後沒多久 我就直接讓她們40歲了 我們直接跳過很多戲劇會寫的青春年華 我們直接來探討 到了40歲人相對成熟之後 她在她人生的各個面向 特別在關係這個面向 她會面臨到很多的議題 那今天呢我要打書嘛 所以我一定要做一點不一樣的事情 我把我的好朋友徐浩宜請來 為什麼請她來呢 因為我談的是婚姻 所以呢我當然要請一個專家來談一下 婚姻治療裡頭 或者在我們食物上面遇到的一些婚姻情況 到底是怎麼回事 或我們可以怎麼去思考 如果你現在在關係裡 不管你是已婚還是未婚 你感覺到有一些地方卡卡 或是你有一些失落 我常常說 我覺得現代人的第三者 其實是失落的自我 是一個你自己覺得 某些東西沒有被滿足 可是你又說不出口 那有些人他會寄託在外遇 這是最明顯 那有些人會是手遊 有些人會是工作 他只是出口不同 可是他某種程度都是在提醒我們 某些東西不見了 OK 好 那我們現在先請浩宜出場 哈囉 大家好 您剛剛講的 嗯 客氣啦 說因為是婚姻專家 所以來這邊 倒不如說其實 我覺得大家應該都會共同經歷一些婚姻的困惑 我也是 哈哈 對 所以我覺得你這個小說其實 我覺得其實蠻勇敢的 因為以前其實我覺得很多的書籍啊 我們都會 大部分的女性會把焦點放在男人外遇這件事情 對 就是男人他為什麼要背叛 對 在家裡面哭哭守著他們 為他們犧牲的太太到外面去找 所有人 我們的那個女性形象都是受害者的形象 對 沒錯 對 可是其實我們這幾年在臨床上看到的 其實已經不是這個樣子了 嗯 其實我們發現 你剛剛佳玲講了一個非常實在的 他我覺得 我非常他喜歡他這本書 有一個概念就是說 所有其實我們在婚姻以外的東西 包括人啊 包括工作啦 然後還有包括手機遊戲 嗯 這東西其實都是我們心裡失落的部分 所以我們如果 除了以前我們會說人是第三者 可是工作其實也是小三啊 對啊 手遊也是小三 漫畫也是小三啊 對啊 那我們還看過那個武俠小說也是小三的啊 對 還有足球 對啊 籃球 我有遇過太太跟那個金庸的 鼻下的黃蓉是出的 嗯 他覺得他老公還更喜歡那個黃蓉 喜歡那個黃蓉 所以這些東西其實它都是我們 在婚姻當中我們失落的 某部分的我們自己嘛 嗯 所以我覺得這個 《未婚世代》這本書呢 這本小說 其實我很羨慕佳玲喔 就是 我覺得一個學心裡的人 可以跨足道 然後去寫出好的故事 我覺得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那我覺得這本書其實大家可以去看是因為 我覺得他的結局怎樣 因為我到現在還沒有去看結局 應該沒有什麼勇氣去看結局 沒有我們寄給你的還沒有結局的版本 啊難怪我想說奇怪 為什麼一直還沒有看到結局 因為我們希望把那個不要爆雷 那個放在那個部分 放在新書上是 可是我覺得某種程度是 我也覺得大家在讀的時候應該要慢下來 嗯 就是不要太快的你就去翻說 因為有時候我們常常很急 我們會很想知道 那我這個感情走到最後 對 我的結局會是什麼 對 我會選那個還是選那個 不要陷入這種這麼快速的思考 是 就是你就慢慢的 我覺得跟著這個小說裡頭 家庭所鋪陳的故事 其實你可以去思考很多 特別如果你在關係當中 你會去思考很多 你平常沒有思考的問題 那你如果覺得自己 不會遇到這種狀況 那沒關係 我們先給你打預防針 因為我基本上覺得 人人應該都會遇到這樣的狀況 所以浩宇我問你 我直接就講好 我四個故事 這個故事有四個女生 對 然後我先講我的第一女主角 對 她叫佳萱 她遇到的狀況是怎樣 就是她老公其實算是我們 日常生活 然後已經覺得還不錯 我的老公 會幫她帶小孩 對 偶爾還會做做家務 其實我們常常 你知道女生標準很低 為什麼要用個偶爾 然後就說還不錯這樣 還不錯 我們其實 其實因為相對於其他的老公 可能已經很多人會羨慕他 然後她也算是一個有事業的女性 對 就是一個獨立現在的女性 對 可是她那個 就是也沒有被整個綁愛家裡面 對 她看起來好像有自己的生活 其實她是爭取了很久 對 就是她跟 她的老公其實 對婚姻有一些期待 還是一個比較傳統的 傳統的 覺得希望 希望後來可以在家裡面 對 其實那個背後是愛 她老公背後其實是覺得 我一個男人 不用這麼辛苦 對 我其實是不想我的妻小 這麼辛苦 可是你看這邊就有一個 困 就是一個拉扯 一個女人 如果我們對自己有些期待 而那個期待 我沒有覺得要從家庭獲得 我的那個 有一些想要自我成就的需求 不是無法 家庭已經無法給我 我想爭取到外面的時候 第一個 她需要是一個 她不會像男人一樣 好像應該有沒有 你就應該要找工作 女人可能要去協調很多東西 然後還要去證明 我在成為一個好的工作者之餘 我還會是一個好媽媽 我常常會覺得 這很奇怪喔 男人不用做這件事 但女人要 好 那她們的故事 她們這對婚姻的困境 就來自於表面上是和平的 因為這個賈玄在她遇到 就是重逢她的初戀之前 其實她都一直覺得 OK 應該就這樣了 平反過 我人生就這樣子過 對 有多少人這樣想啊 超多的耶 我覺得很多人都這樣想 在那個人 或在那個事件 還沒有出現之前 其實很多人都會覺得 外遇跟我無關 對 可是我聽過更多外遇的人說 當你碰上的就是碰上的 而且那個碰上的時刻 其實是很頻繁的 對 欸 我跟你講喔 你剛剛講那個時期 就有一個點的 臨床觀察就是說 然後我們覺得說 我人生就是這樣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呢 女人就開始凋零 喔 我覺得很多女人 胖的原因其實是這樣 因為她沒有吃大了 對 你就覺得說 欸 我就是這樣子 沒有動力 所以你就吃你的 然後或是什麼 然後生活就這樣平平的過 然後慢慢的有一天 你去照鏡子的時候 你就發現你就變成 你自己不認識 對 其實我的女主角 也是因為這樣 她決定出去 那我很想問浩宜就是 那為什麼 外遇這個事情 它其實非常頻繁 在我們的關係中出現 自古以來 還沒有婚姻 就已經先有外遇了 你知道嗎 就還沒有婚姻制度的時候 其實情感裡頭有的其他人 這件事情是一直存在的 那為什麼我們都這麼困難的去討論 或者是 當這件事情一出來的時候 我們就第一個想法就是 它不行 它應該被消滅 對 對 你如果要我先講理論的話 我們當然會想要精神分析 佛羅伊德 因為它其實 我們每個人 就是如果用我們分析心理學來看的話 我們會講說其實每個人 都是在三角關係中長大的 對 爸爸跟爸爸 對 我們不管現在的年代開放到什麼 但基本上現在的生物科技 你還是只能一男一女 然後生一個小孩 所以其實我們每個人 都是在三角關係當中長大的 那我相信每一個孩子在出生之後 他面對父母其實是兩個人 而我是一個第三者 插入了他們兩個人的世界 這個時候夫妻兩個人 會開始對於孩子的到來 有不同的反應 對 那有一些 比如說媽媽她去照顧小孩 可是同時間這個先生可能還 保有對太太的吸引力 是 所以媽媽不會把全心都放在小孩身上 是 然後所以她不會製造那種 太過競爭的感覺或者是什麼 可是每個人其實 他都是在這個三角關係當中 體驗到不同的感受 所以如果我從心理學的角度去看的話 其實三角關係 它本來就是人的天性 因為我們是這樣來的啊 我們從來就是 一開出生就是介入別人的關係 所以我們把它叫做原生三角嘛 原生三角就是原生家庭的三角 所以三角關係為什麼那麼迷人 非常迷人的 所有的東西只要有了第三個 所以其實外 它都是會吸引我們 是啊 因為它回溯了我們最原初的 我們最原初的那個原生三角裡頭 還沒有處理的議題啊 那這個議題到底是 老天也希望我們 我覺得這個就跟每個人 他每個人自己的體驗不一樣 因為我其實看到有一些夫妻 還是可以合作 比如說像我小時候 我女兒小時候 我就有注意到 他長到了比如說兩三歲的時候 他某一天 他突然對我跟他爸爸 會抱抱這件事情 他突然會就不高興 所以他看到比如說 我們兩個靠得很近 他就會生氣 然後會去把我們兩個剝開 哇 所以他覺得爸爸是他的 他有一個動作 我不知道他在想什麼 有可能他覺得媽媽是他的 有可能他覺得是什麼 我們不知道 因為他太小了 我沒辦法跟他談論這個問題 可是你就會感覺到 人對於這個三角關係 就是會有一種憤怒 因為他失去那種 獨一無二的感覺 獨一無二 我覺得這東西好重要 這其實在很多時候 比如說我們進到婚姻裡頭了 我們還是會有自己的興趣 跟喜好對不對 對 有的時候你的喜好 沒有辦法是從你的伴侶身上獲得 因為你沒有辦法期待一個人 永遠都滿足你的需要 這某種程度 我們理性上面是知道 這不可能 你不可能今天你喜歡小說 他就要跟著你喜歡 明天你喜歡電影 他就要跟著你喜歡 那他的人生呢 對不對 可是這裡 你會不會有的時候 會有種好奇 或者有一個拉扯是 那我在婚姻外面 有讓我別的快樂的事情 可是我為什麼會同時 我又覺得對不起我的婚姻 或者這裡頭會有一個東西拉扯 我好像不應該在外面這麼開心 嗯 我覺得回應你這個小說裡頭 這個女主角 這個佳璇 我們看起來好像是 就是因為後來他們有 他有新的感情的發生 對 可是我覺得那之前 可能是更多是感受到 比方說 拿我剛剛講的那個我女兒的例子 也有可能他可能在婚姻裡頭 他先感受到 比如說老公 他可能在工作上放了心力更多 對 對 或者是說 他所期待 其實我覺得每一個人 特別是女孩子 嗯 你真的很渴望那種 就是被一個人 呵護 看著你 什麼是呵護 就是他的眼睛 他的眼神始終就是 那個瞳孔裡只有你嘛 嗯 你可以從他的那個瞳孔裡 反射出來就看到 他那個閃閃發亮的眼神裡面 就是你在那裡啊 是 我覺得那對任何一個女孩來說 都是一種非常滿足的感覺 是 所以我覺得在那之前 也許那個失落 可能不在於他原本喜歡的東西 就在外面 可能他在婚姻裡頭 有的時候我們常常 進入一段關係久了 我們就會不知不覺 失去那種在談戀愛的時候 我看你你看我 我們就飽了 就不用吃飯的這種 很浪漫的那種 濃烈的激情 對 然後男人就會說 可是我工作我也是為了我們的家呀 對啊 就討厭聽這句話了 可是他也這樣問的時候 我也難免會想 真的有可能那個激情 或者那個 你眼裡只有我的狀態 可以到永遠嗎 我覺得這個東西就是說 也許 這就是人不切實際的地方 因為你在講的時候 我也在自我反省啊 嗯 我也覺得我也還是有這種 少女的浪漫情懷 會很希望這樣子被全神關注的 可是如果是婚姻 婚姻裡頭的夫妻 你其實看他們其實很少 對 全神關注彼此 為什麼 因為彼此信任啊 我為什麼還要花那麼多 像我在把妹 或是我在談戀愛 那個時候一樣 那麼多的張力在你身上 當我覺得我們兩個之間 已經穩定的時候 那愛情心理學的更有趣 他說那個摧殘數就會出來嘛 原本那個腎上腺素的部分 就會下降啊 因為沒有人能夠忍受 每天都在熱戀當中 所以你摧殘數起來 你人就會穩定 你的眼光就會開始去做 別的事情 讓這個東西更穩定的 比如說工作啦 或者是什麼 可是這時候失落感就會產生啊 對 嗯 因為爸爸媽媽也是這樣啊 以前弟弟出生 他們就這樣對待我們的 對 哎呀 他就是把我們拉大了以後 他就去照顧小的啦 所以人生的創傷 是不斷不斷在重複的 在婚姻裡頭 也一次一次又給我們重重打擊 所以我覺得這個女主角 她心裡面其實有了這些東西 嗯 然後所以她就也想要找她自己的生活了 起碼我當初自己的歷程也是這樣 因為我老公也很忙 嗯 所以我可能理解這個女主角的心情 因為老公很忙的時候 如果你是一個很黏 或是你很想要賴著一個人的人 我覺得很多女生是這樣耶 嗯 你在外面是女家呢 你就是回家想要靠著她 哈哈 可是她如果在忙 她在打電腦 她在開會 她在meeting 她沒辦法讓你靠 你只能靠自己站起來啊 嗯 那要不有些女生就找了自己的事業 是 要不這時候如果突然有一個帥哥出現 你不會去看他 屁啊 哈哈 所以你要怪這個女生有問題 我不覺得 我覺得她講出了我們心裡面的 那個心神 纖細的部分 所以大家一定要去看 謝謝 哈哈 我覺得好有趣 我在寫的時候啊 沒有分 挖這麼深 因為你在寫故事啊 對 沒說故事的人啊 我就是跟著這個女主角 我覺得 她此刻會做什麼樣的 反應是合理 可是當你剛剛這麼說的時候 我不難免會去想 很多人會懷疑說 那我是不是反對婚姻 反對體制 嗯 不是 我在寫這個小說的時候 其實我也是 某種程度是我自己給自己的一個提問 就是 在婚姻當中 到底什麼叫幸福 嗯 你剛剛講的 沒錯啊 如果我們兩個久了 真的沒有人天天可以坐雲霄飛車 那真的太累了 對 可是當那個穩定出來之後 我們轉向其他的東西 某種程度好像也是人生可以更完整 人生不會只有愛情 嗯 可是回頭會不會在某些時刻 我們再回頭的時候 愛情不見了 或者關係不見了 嗯 我覺得這個就是說 我覺得我們現在的問題最嚴重的地方就是這裡 對嘛對不對 嗯 因為我們剛剛如果提到一個概念就是說 人生的創傷其實會重重一直會發生 就是你現在遇到這樣子的狀況 嗯 為什麼會有很多人講說 比如說以前很多男人外語 他就說啊你只要把小三娶回家 嗯 他就變成原來的大老婆 對啊 那你就會有新的小三 新的小三 出現嘛對不對 那因為我們女人的樣本 我覺得其實某種程度 比起男人是還不夠多的 嗯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去實際的論斷 不管在女人身上會不會也出現這樣的狀況 哦 可是如果依照就是創傷會重複出現 我覺得這個東西是有可能 OK 所以任何一個人 我 我坦白說我覺得外語可能比癌症發生 因為聽說癌症是兩個人就會有一個人有沒有 嗯 其實我覺得外語他大概發生率會比他還高 呵呵 所以就是說當你的你的好朋友如果告訴你說 啊我喜歡上別人我外語的時候你不要笑他 嗯 你先來看這本書好不好 就是你要知道這可能是我們每個人都有可能 有一天會面臨的抉擇跟心情 嗯 可是這個時候我就對一個人最大的考驗就是 我覺得女生某種程度到這種時候 比男人還理智 嗯 男人有時候就沖昏頭嘛 對不對 你就去了 對 可是女生更多的是你在這裡頭會去掙扎 是 是 那這個女主角同時間她其實也面臨很多掙扎 對 我們正在寫這裡的時候大家都會覺得第三者應該就是開心的對不對 沒有 其實如果你看進來我沒有讓她在她跟她的第三者互動一切順利沒有 他們反而從一開始就很多的挑戰 對 而且我一直都覺得 這才是真的 這才是真的啊 這才是真的啊 你知道嗎 一開始完全沒有任何包袱就投入那種我覺得就沒想太多 可是就是因為這麼多掙扎 你知道我們以前最喜歡看什麼窮鳥那些 就是這樣虐戀來的 所以你一定要來看你知道 你夠虐心的 真的有虐心 相愛相殺才是真的 因為我覺得那個外遇就是這樣掙扎 你真的想進可是你不敢進 因為你知道有很多很多的東西 然後你很想靠近可是你又害怕 然後你會想找一個東西合理化你們的關係 或什麼各種都有 對 我覺得那個過程其實很美 很美啊 很美 可是也很痛苦 因為它會讓很多人有罪惡感 它會讓很多人 其實它不敢跟任何人講這件事情 因為我們都會知道社會的反應 它沒有要聽你後面的解釋 它沒有要去聽這段 這對夫妻真實的狀況 它只認定了誰出軌 誰就錯有沒有 就像殺人就償命不用談了 這件事情沒什麼好講 可是我覺得 我開始會寫這小說的時候 我覺得我們的社會走到了一個 願意再多一點點停下來 去看看那些我們下意識覺得不好的事情 真的只有一個面向嗎 對 好 我們第一段訪談我們先到這邊 因為今天實在太精彩 而且浩宜難得來 我一定要抓著他繼續問 如果你也在婚姻裡 或如果你也在關係裡 你自己或者你擔心你的另外一半 有一天遇到這種考驗的時候 我們到底應該怎麼面對 或者一定它就只有分手意圖嗎 也許我們可以來想一想 好 我們今天先到這邊 拜拜